全球首富伊隆·马斯克·伊朗·马斯尔身为Tesla·特斯拉 SpaceX创办人兼执行长 身价高达1510亿美元的他 除了工作日程满档 就连感情世界也都很精彩 马斯克日前传新出恋情 根据外媒报道 马斯克搭私人飞机抵达洛杉矶时 被拍到一名金发美女陪同马斯克走下飞机 而金发美女她身穿黑大衣与白色靴子 还戴了一副深色的墨镜 之后两人一起搭了一辆特斯拉离去 马斯克新女友是谁 究竟报道所说的金发美女是谁呢 根据了解 她是现年27岁的澳洲女演员 纳塔莎巴塞特·纳塔莎·巴西 比现年50岁的马斯克小了整整23岁 曾演过小甜甜布兰妮 此外外媒也追加报道 纳塔莎巴塞特的身份背景 纳塔莎·巴塞特从小在雪里长大 从小就有表演艺的她 14岁就已经在电视电影上露出 出演过电影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接着三年前 2019年到纽约读戏剧学院 2017年她曾在LIFTEMS拍摄的传机片 Britney Ever-Alter·布兰妮到永远中饰演小甜甜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虽然表演作品并不算太多 但是她仍旧在演艺圈努力著 随即她的新作品也将登场 由澳洲导演巴兹鲁曼·贝斯诺曼 指导的《猫王》中出镜 扮演猫王的首任女朋友迪斯洛克·迪克斯洛克 该片定于6月24日在美国上映 两人已经交往一段时间 据知情人士透露 马斯克与纳塔莎·巴塞特的新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 知情人士还爆料 他们两人其实很早以前就认识 但在马斯克与格莱姆斯分手后才公开交往的 5个月前才跟X-Baby的妈妈分手 而格莱姆斯又是谁呢 格莱姆斯·格莱姆斯他是马斯克的旧爱 同时是X-She-Maza简称X-Baby的妈妈 两人在2021年9月宣布协议分手后 时隔5个月马斯克再度展开新恋情 也让网友们直呼马斯克事业爱情两得意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